各位旧金山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风水命运教父谢远景谢老师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生活在湾区 湾区好生活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生活在湾区 第一节的节目 我是全全 陈明全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 这位来宾 各位观众也许印象还很深刻的 就是在我们前不久 选举美国大选之前 我们有我们红星卫视 有推出一个非常轰动的选情2012 那么在选情2012 这个节目中单纲的 一位非常重要的主持人之一 周志宏先生 是来自华府州府的周志宏先生 今天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现在欢迎来 毛毛你好 姐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周志宏 非常高兴 这个我们今天终于在 你已经摆脱了这个选情2012 非常庄严 这个隆重的这个生态呢 其实私底下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虽然您是周府的主管啦 但是私下呢 您是一个非常贫义近人 然后非常活泼 非常幽默啊 很有料的一位主持人 来这个毛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谢谢全全这样子夸奖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本人呢是从台湾来的 我是在美国已经待了32年 高中毕业就来了 32年 所以呢我在周府工作也有25年 一直住在Sacremando 所以在Sacremando情况是比较清楚 那湾区呢 我有兄弟住这里 是 我有哥哥在这 湾区也是你第二个家啦 是不是 是 也有很多的朋友 对 以前念书的朋友有很多毕了业 也是来这边工作 所以买熟的 你也常常来我们这个北美红星卫视 因为呢就等于是回家一样 是不是 来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是 那么对了 这个我们刚才私底下聊了一下 那个我们前一阵子呢 有观众反映 就是我们红星卫视生活在湾区呢 特别为了这个九九重阳节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这个老人这个敬老的专辑 聊了很多啊 有关于这个这个长辈们 在这边生活的一些细节啊 什么的 是 然后呢 就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 观众朋友的回馈 说 其实我们原来 我们北美红星卫视 只要是这个北美 这个尤其是旧金山 大家旧金山外区 所有的老人公寓里面 有华人的长辈们 他们通通都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对啊 然后就是说 他们特别也聊到 他们很感兴趣 就是中间也聊到这个 我们年纪大 我们通通大家都也知道做准备 对不对 是是是 年纪大了以后 很容易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 要有经历到这个困扰的这个困扰 那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呢 多付欢怀这个有关黄昏之恋 年纪谁说年纪大的人就不能就不能有这个这个情感的依靠 是的 那你有没有这个好忙啊 你来发挥一下 你来发挥一下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经验多 是啊 实际上有些医学报导就说 如果说单独的老人 他呢 过就是说他活的时间 就是他能够过这一生 不但寂寞 而且会比较短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有爱情的职人或有配偶的话 他可以活得长 对 那这对生命呢也是一种好现象 那至于说黄昏之恋呢 我当然我当然因为在这边待了很久了 也有这个经验 我这里有一个case 就是我们一位Sacrando女士 也是我的长辈 那牵涉到就是她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但是爱情的故事 因为那个结局并不是很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有些 就是说黄昏之恋是要注意的事情 就像这个故事怎么开始呢 因为呢 这一对朋友 从小就认识 大概我想大概从小学就开始认识 这对长辈 他们从小学就已经认识了 男的比女的年纪大 所以说以前呢 大概没有擦出什么花来 可是在美国呢 当然大家都经过经历过婚姻 别的婚姻 然后在美国又碰到了 碰到了这个 而且呢一起是学佛的同学 是佛学班的同学 那碰到了呢 那个男方又跟女方讲说 实际上从小就很爱慕 虽然年纪小 可是很爱慕这位女性 这位女的长辈 那我们该说是这位波波 这位叔叔好了 这位叔叔从小就爱慕这个阿姨 对 而且呢 这位叔叔 也是一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那时候 所以呢 就是文采风流 然后常常偷稿啊 也蛮有名的 那这个女的呢 就是我们这位长辈也是 对她也蛮有兴趣的阿姨 然后呢 两个人就开始交往 可是因为呢 家庭的因素 家里有老母需要照顾 自己也有店 那照顾呢 就变得 因为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湾区 一个是在州府 所以呢 那必须要开车的 那这个男的 基本上面 对不对 是没有什么时间 就是女的 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呢 后来又出了意外 眼睛被撞伤了 然后因为男的开店 没有时间 没有真正照顾到 这个女士 就虽然对 很多年的交往下来 那个女方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说 男方对不对 等到孝敬母亲的责任 也重要以后 希望当然有一个结果 是啊 两个人蛮相爱的 可是呢 到最后 虽然男的在之前 叔叔一直讲说 是因为母亲的关系 可是等到 母亲过世了 应该要结婚了 还是没有时间陪女方 女方就后来 木然警觉 就是觉得说 又加上眼睛受伤 没有结果 是他瞎了一只眼睛 对 下一只眼虽然修复了 可是还是有 在这个修复 对 在这个当中啊 就是说 并没有得到 适当的 那个 照顾 或者说关怀 对 就造成说 女方觉得 没有得到应该的爱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当然是就 就结束了 非常可惜 那 那我为了这次 还写了一篇 善文式的小说 非常感人的一个文章 对 我本来想投稿的 现在想说放在 红星卫 大家去欣赏 对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对这篇 非常感人的文章 这个我们念了也是 尤其是女性 读了以后的卫星 你都很想掉眼泪 那么如果呢 这个您有兴趣的话 请上我们 这个生活在湾区 或者是北美 红星卫视 在我们Facebook 粉丝团或什么 我们都会post上面 这个您就可以看到 这个整封信的 这个详细内容 非常好看 非常感人 那么 泡你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故事 你给观众朋友 一些什么启示呢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对方 要把握住 尤其是黄昏之恋 尤其是那么久的 对不对 朋友一定要把握住 不要造成热身的遗憾 是勇敢的 这个追寻你的爱 要的就要有决心 就是好好的追求 不要这样一拖再拖 大家这个生命苦短 是这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卯王来到我们节目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 还有更精彩更丰富的内容 不要走开 我们待会回来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 专业快速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 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866-988-2679 右臂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 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三万两千多首歌曲 80%的原声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 学歌 标歌都开心 详情请下北加州总代理 悠唱国际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 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是Jennifer 在美国长大的一个中国小孩子 就像你们的小孩子 一模一样 在中西文化 及传统和新潮中 我所成长 所以更知道 怎么发挥优势 创造未来 Genius Academy 会帮助你的孩子 更正维扬 并让父母 完全教育的经验 让我们和你的小孩子 一起成长 and help them to reach success infi.biz infi.biz yeah 老婆 你又在买股票了 老公 你有没有听过 infi.biz 那是什么 在制服证券的网站 你可以找到 各大银行 新上市的CD 还有IPO 新上市的债券 新上市的IPO的债券和CD 怎样 你再也不能说 我只会炒股票了吧 不愧是我的好老婆 还会分散投资风险呢 生活在外界的观众朋友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又到了我们 生活漫谈这个单元了 同样的呢 在我们这个 一月安党的这个大戏 就是我们这个 最好看的连续剧呢 光音的故事 这个连续剧中呢 聊的就是 它这个故事的主题 就是有关于 这个眷村文化 这个台湾来的朋友们 一定很了解啦 眷村文化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景观 那么我们同样的 我们在节目中呢 就请到了呢 在眷村长大的 一位这个我们的 豆腐西施 豆腐达人 我们的何爱华 爱华小姐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是是 爱华 我们上次在节目中 这个聊到 在眷村文化里面 有些好有意思 勾起了我们 好多这个回忆 像比如说呢 你你记住 我们上次节目里面 聊的些什么呢 就是你爱吃辣的 辣的拌豆腐 说明也是个姻缘 对了这个 豆腐这方面 确实可能是 确实是 我觉得从小 就是在在这个 因为那个时代 没有什么吃荤 吃素的这种观念 所以只是那个时候 从小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我就会把肉挑掉 然后家人就在里面挑豆腐 然后加上你 对还有我妈妈的 四餐 四餐 超级辣 他老是真的 对哦 对哦 好过敏哦 对所以 对 所以你说今天 家里做的是什么 什么连菜这方面 是啊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 不是很 不是很 很有印象 对对对 就是这是过年的气氛而已 对对过年的气氛 就是人啊这种气氛 嗯嗯嗯嗯 在店村里面特别的 尤其是我们家 哦 我们家的连结是 真的是气氛很浓厚的 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 上上次我们还聊到说这个 一年一年住在店村的 薄薄叔叔阿姨们啊 就是每一年都想 是不是明年就要反攻大陆了 呃反攻大陆了 所以大家都都想说 我们准备要回去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结果你们家 反来反去 怎么一屋子生了八个小朋友 哈哈哈哈 更好笑的是就是到后来 我们家因为实在太小了 我我我父亲把楼顶楼盖了两个房间 哇 那时候就叫我现在的维建 那本来我们还想说我们有 我们有了房间可以住了 结果我的妈妈把它租给学生住 哇 那时候真刻苦啊 是的 真的是 因为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 要要靠我爸爸一份薪水 实在是很辛苦 所以都是靠我妈妈在那边 对 怎么讲 整个家的 说实在 我妈妈真的很辛苦 是 靠他来帮我 在这个经济上面 我爸爸 一个军人的搜索 大家都知道 有那么海 那么不海 对 虽然那时候是在 说实在在屋子上面 虽然是不是很富裕 可是说实在 我们的精神真的是很快乐 对 对 八个多热闹 然后再加上邻居的小朋友 就在眷村 对 所以说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有幸的 就是说 现在我们兄弟姐妹 也都移民到美国来 而且都围绕在我的父母身边 因为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真的很感谢主 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 因为我的父母说实在 他们在屋子上面 跟我们真的是并不是很多 可是他在精神上面的那种 像我的父亲 他只跟我们讲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 对 可是我只跟你一个理念 就是说 你们要有一个责任感 对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 全部都是靠自己 因为我们的父母 从来没给我们什么 因为 这个就是眷村的文化 大时代 对 眷村文化 因为大时代的影响 所以那个时候 来的父母亲也真的是家无产产 两手空空的 真的不管你原来是什么 到了这个逃难就是 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造就了这个 他们这个非常的 就是说很坚毅的这个精神 然后把你们下一代 也这个 让你们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 对 说实在 我父母给我们这种观念 说实在 我们也一直在 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孩子讲说 我们是怎么样的过来 是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教导我们 我们其实说实在 我们现在也是在教导我们的孩子 虽然我把我的孩子带到美国来 其实说实在 我还是很积极的 希望把中国的固有的那些 那些传统 还有对思想传授给他 其实我觉得我的这方面 我觉得我已经很做的 我觉得很满意 我很满意 我的孩子 收拔到目前为止 对 因为说实在 眷村这个这个 这个从小成长的大家庭 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 而且我们的向心力很强 对 你记不记得 我还记得就是说 有时候是你们家有个八个 对不对 你们家好团结 好快乐 好吵好吵 然后还可以 没事跑到别人家 我们上次不是 节目也有聊到吗 到这个各家去串门子 然后好像如入无人之际 到人家家厨房 跟走自己家一样 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 听说啦 眷村的小朋友们 有一个晚上 除了大年夜以外 他们有一个晚上可以不用睡觉 就是什么 打棒球 对 那个时候的棒球比赛 哇 那真的是我们整条巷子的灯火通明 对 因为那个时候要跟美国同步嘛 叫做卫星联播节目 那个时候好感动哦 大家呢 这个没有 没有晚上的这个 旧情的这个规定 统统这个同仇敌开 然后大家 没有省级 是没有省级 对 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人 没有你我 没有离我 他都是一家人 真的是一家人 然后每家灯火通明都在看看 然后突然就是 一生全能打 进去的富达人 这个 每一家都有狂叫声出来 对 然后阿医生 然后开始此起彼落的那个鞭炮声 听到深夜 然后不是过年 那个时代的孩子们 那种那种感觉 那个向心 那个幸福的 不一样 虽然物质缺乏 对 物质是缺乏的 可是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缺什么 好幸福哦 好幸福 反而我们现在懂得珍惜东西 对 我们很知足 对 而且缠乐 对对 真的是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父母给我们无形的资产 有时候就是说 像会不会有些眷村子 看到我们的下一代 也就是在美国 然后看到孩子们玩电影嘛 玩这些电子产品 然后他们再什么样子变花样 这些产品的变花样 都没有我们当时 就是看那么单纯的少傍 大家围在那个电子机面 尤其是物质缺乏 你记不记得在眷村里面 还有可能很多人家 有一家电视 那倒是真的 我们家第一家 那条巷子第一家有电视的 那真的是 他家是最热闹 每天到了七点钟 大家吃完饭 一定挤到他家去看 温暖人间 温暖人间 对啊 很熟悉的名字 对 我也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个节目 每七点钟就挤到他家去了 对 所以那时候的幸福感 并不是现在 再也 其实真的说时光飞逝 再也找不到那样子的感觉 现在也只有你 常常回台湾吧 回去看你一个眷村的旧职老家 对 是是是 常常回去了 对对对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聊到这个眷村的话 聊到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这个来宾问的两眼泪汪汪 别忘了 在我们这个节目的 这个生活在湾区结束之后呢 别继续锁定我们红星卫视 因为就即将就有我们这个光阴的故事 这个这个连续剧 就您可以在这个一响 这个这个眷村文化 进行的这么美 这么好的一个这个 大家共同的回忆 OK 好 那么我们节目在这里 暂时告一个段落 待会我们再回来 那第二组开 本期食品 湾区共有十一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生计 来自台北的古典玫瑰园 要给你品味 美味 人情味 玫瑰园位于东湾Newark 南湾Milk Peters 拥有两家分店 舒适典雅 提供高品味的英式下午茶 及西餐 超美味的台式套餐 及奶茶 还有那贴心的服务 及暖暖的人情味 台式简餐及饮料 只要9块9毛9 独家汤头火锅 10块9毛9元起 最爱下午茶 四人份只需二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审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 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 510-366-2657 510-366-2657 中城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中城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物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 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 去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节 生活在湾区 这是我们的保险小尝试的单元 今天又为我们请来 最漂亮的Emily 你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 Emily是 非常漂亮的保险经纪 没有没有 但是呢他非常漂亮 但是他又很有尝试 所以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 我今天是想要就是 尤其是因为我最近很多的一些 客户发生的一些事件 让他们真的觉得说是非常倒霉 尤其是很多的时候 他们自己是单 就是只有单项保险的客户 因为就是单项保险的客户呢 就是说今天如果发生车祸 过的话我们只是就是说如果是你的错的情况之下 我们保险公司会帮你理赔给对方的所有的人体受伤跟那个物理的理赔 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是被人家撞那你当然就是指望说用对方的保险公司来理赔你自己的人体受伤跟那个物理损坏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的现场 如果说没有做好一些就是一些保护自己的步骤 或者说当时就是说我之前有讲就是说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 先把车子可以就是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要把对方的车牌号码先就是照下来以免对方跑掉 再来就是就是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就是叫警察 警察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说做到一些就是说也不是说威胁 但是就是说可以比较对就是比较稍微有点公正的立场 因为如果说当你感觉到这个整个立场对你是不利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叫警察过来帮你就是说跟对方要那个什么保险的 对不过警察其实多半就是过来之后 然后就说你们两个交换保险就可以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客户说对方不肯给我保险资料 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你一定要给而且也要跟对方要Driver License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车主是不是这个人 有的时候他搞不好是把车子借给别人开也说不定 那再来就是说再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 有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对方有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当下他说很有反应 就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有看到你 就我撞到你了 结果过过几天当你报对方的保险的时候 他就跟他就反响一个说没有是他撞我的 我也试过我就试过这样就有一次我在军金站开车 然后我本来走的是我走的是右边上那个Freeway的道路 然后呢可是我走的是执行的道路对不起 然后他要他是要切过来然后然后他要切过来 然后后来呢他就就是我们就他就一下车就跟我讲撞到我了嘛 然后他就一下车就跟我讲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然后我们就停在旁边我就跟他交换保险因为我想说他又认错了 结果过几天对方保险公司就打电话来就叫录音啊什么的 然后就跟我确定我在哪里啊哪一条线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判断是我的错 他说我那条路是往上往Freeway那边上去的 所以我不可以直走 所以他对啊我就觉得很无奈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明明就不是我的错 我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当时车上也有人 但是但是车上的人不能够 对 对一定要就是说跟你无相关的人才可以当人证 那其实你看如果说当时如果说你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是有就是录音的功能 你如果没有指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叫他录下来就说你的名字 然后当时的情况 然后地点是时间地点就跟他说 我不小心就是说我是谁谁谁撞到你了 然后我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口供的话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protection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会怕就是说 我今天认错的话 我明年保费要涨那我宁愿不要涨我保费我就骗人 可是我就不懂一涨会涨很多吗 其实要看如果说没有 就是说理赔不是很多的话 当然就是很简单 就可能有的时候是25到30% 那如果说有人体受伤的话 那一定就是不只是50到75 有的时候是125%这样子 因为有人体受伤嘛理赔的多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 说会怕结果林郑就是说想办法 就是骗人 说到林郑脱逃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几个刚来美国的一些学生 一个女孩子 她前一阵时跟我的客户借了一台车 在parking lot就是退到车的时候 撞到另外一台车 她当时可能惊慌 然后就没有就是留下纸条 就马上离开了现场 OK 就是离开了现场 对 这是在美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轻的话就可能掉下纸条 重的话就是不只是罚款 有的时候会就是要经劳一下 就是看情况啦 但是就是说当然一定要就是说 你撞到人的话你才会坐牢 如果说只是单单的撞到别人的车子的话 可能有可能掉下纸条 结果我的客户前几天收到一封信的时候 她突然惊慌 就说我没有开车这段时间 在这段的时候我根本不在美国 那她唯一想想说 我把车子借给了我同学 那结果后来疑问之下 发现就是说 那个女孩子就说 对我当时撞到人 然后我就跟他们就说 你现在马上去警察局承认一下你的错 我说你可能当时留了纸条 如果说没有录影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趕快去解释一下 不要让自己的就是说 自己的就是罪恶就是 crime更严重下去 因为然后她就马上到了警察局解释 就是说可能当时我纸条飞走了 然后警察就说好那没关系 那我大概了解了 那现在我也知道就是对方是谁 你要不要跟对方联络一下理赔 所以我们马上就是open了这个claim 就是说我们马上要理赔给对方 但是真的就是说 真的发生情况的时候 不要慌张打给你的insurance agent 他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做一些正确的动作 对其实也不要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不要heat and wrong 就是就算你撞到了 然后你人家不在 你就留张纸条嘛 对啊 其实真的就是说 总比以后就是说被控告或什么 就是这种严重的导致自己未来 就是说罚款还是还会更重搞不好更多就是一两千不一定 就是这是轻微的 太可怕了 真的是划不来 对 对所以就是说真的这个时候要好好的记住就是说做就是当你发生意外车祸的时候 如果就是马上尽量的马上联络你的经纪员 是 不过我想到这个我就还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比如说因为通常很多报保险的时候 比如说一台车 我可能是两个人开 你知道我们家可能比较穷嘛 就只能我跟我妹妹开这样子 那可是今天保险主要保险是我 可是我妹妹是安的在我下面 那我妹妹不小心就差撞到别人 那保险涨的人会是我吗 没有 记录其实是跟着人的走的 所以就说如果今天 那港湾就说如果今天或者说昨天不小心你妹妹撞到别人的车子 那一旦就是说发现说你妹妹的错 那以后的保费是涨她而不是涨你 对 除非说你们今天只有两个人开一台车 那没办法你们两个必须要共share这个就是涨的保费 但是如果说今天她是开另外一台车子 然后你有开另外一台车 那光光就是找 就是那一台车 对那一台车会涨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分飞 那有一些详细情况你可以就是再问一下你们自己 因为每家保险公司的就是规则是不一样的 也可以打电话问Emily啦 对 没错 好哇时间好快 每次跟Emily聊天都好快 不过也得到很多知识啦 谢谢Emily 不客气 谢谢大家 好各位观众 我们不要忘记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生活在湾区哦 晚安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